看一看 姑娘 四月初八是逢佛誕日 晨光微露 位于尼泊兰比尼摩耶夫人寺庙广场 著寄志工礼拜吴亮液金 一心虔诚感念佛恩 姚翔当年佛陀在这个地方诞生 姻缘真的是殊胜 我们今天慈祭人 共同来去追育当年的那一刻 我觉得充满了滑稀 这年上年不断不断地教育我们 我们要如何去追随活的 这个梦望初心成火友谊 耐念的初心最重要 每一个人的初心就像在这里 2500年的这个出生地跟初发心 要如何来连结 天空降云朵朵 犹如诸佛菩萨云来及 实际人风行着无量意境的精神 发愿未载道气 将佛法在生活中立行 嫉妒群生 那么经文里面的一段 对我是很受益的 就是譬如王子 虽父至小 还是能够邻里国事 我们要相信 人人有无限的潜能 人人都有这个佛性 所以我们要去善用它 也因为正元法师 我们的师父教我们 这个菩萨道提醒自己 不只要自己修 我们也要带别人 引领别人来修 就是要菩萨大造生 大灾大物 大圣主 无垢无乱 无所拙 天人相马 调义师 我们今天充满华喜 送完经之后 这个天空的这个影像 就是好像诸佛菩萨在伴随我们 充满了华喜之意 我们更要坚定 我们的目标跟方向 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持的 那个清净无懒着的心 最重要的是利他 利他就是如何在全球有苦难的地方 就能有慈祭人 这所努力的方向 借由潮山 大家共聚在一起 向着共同的目标 彼此提携相互鼓励 为法而来的因缘 致供感应佛菩萨的慈悲 身心自在 降服我慢 解脱烦恼 大爱新闻 温氏营杜永耀 陈敏潘伟宁 尼波尔报导